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考上211 我弟初中都没毕业 我妈觉得男孩子的后进儿都在后面 工作后我月薪一万八 我弟一千八 我妈觉得末期少年 我弟的后进儿都在后面 他二十岁就把女朋友的肚子搞大了 我妈说 还得是我儿子厉害 你看你姐 一把年纪了还找不到对象 他找我要二十万彩礼钱 我拒绝 女孩子没有后进儿 我得把我的钱留着养老 没想到 他居然要把我嫁给四十岁的老光棍换彩礼 我冷笑 既然你们把我当工具 那这工具可就跑了 我妈觉得我弟哪都好 上学的时候 我考上211 我弟初中都没毕业 我妈说 没事 男孩后进儿大 工作后 我月薪一万八 我弟一千八 我妈说 末期少年穷 男孩后进儿大 过两年就好了 每次我说我妈偏心 她就会说 她是你弟弟 将来就是你唯一的娘家人 你多帮衬她 男孩后进大 等她混好了 你就享福了 我无语 她都这么大人了 后进儿 啥时候才能看到她的后进儿 九十岁吗 然而 每次我一说这话 我妈就气得直跳脚 哪有你这么说弟弟的 你看刚刚去买菜 你弟弟帮我拎菜 你就往旁边一站 跟没事人似的 养你真是白养了 妈 说话讲良心 我们三个出去买菜 就她一个男的 她多拿点不是应该的 而且 钱都是我出的 怎么就成没事人了 你还顶嘴 你弟弟就从来不跟我顶嘴 连个对象都找不到 养你还不如养条狗 废话 弟弟吃食 你都觉得她吃得香 她需要跟你顶嘴吗 我二十三岁不结婚 不是很正常吗 我弟这种 二十岁就把人搞怀孕的 才离谱吧 你 你是姐姐 不准这么说弟弟 每次都是这样 如果我妈站上风 就会把我一顿臭骂 说不过我 她就会用姐姐的身份来压我 然后迅速逃离现场 你王阿姨叫我去打麻将 我先走了 陆中和同学出去玩一天 回来肯定累了 你给她做点饭 我怒了 妈 你别太双标了吧 路中又不是小孩 凭什么让我给她做饭呢 我妈不好意思地找不 她一个男孩 哪会做这些啊 再说了 你是姐姐吗 让着她点 让着她 让着她 我只是早出生了三年 感觉好像欠了她三个意识的 什么都让我让着她 凭什么我是姐姐啊 如果可以 我也想让她做哥哥呀 我几乎是怒吼出来的 吼着吼着 却带着点哭腔 但凡用点 有说服力的理由 我都不会这么生气 偏偏是年龄这种 让人完全无力改变的理由 好了 别难过了 妈妈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刚刚感受到一点温暖 就听到我妈说 如果她是哥哥 就不会有你了 你应该谢谢她才对 那一刻 我真的想谢 标谢的谢 我妈继续安慰我 而且我们对你已经很好了呀 你看你还上了211 再看看你弟 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这不都是为了养你 养我 明明是她考不上高中 这反倒还成了她的奉献了 真是太可笑了 我妈马上50岁生日 算是大寿 我吃巨资 给她买了一条金项链 路中给她买了一个 8.8包邮的贝贝家 妈 你现在贝都驼了 我给你买了个贝贝家 你平时可以用上 路中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给咱妈买这个 我忍不住给她翻了个白眼 没想到 我妈却笑咪咪地 把贝贝家拿在手里 迫不及待地试了起来 还是我儿子想得周到 我最近确实感觉都站不直了 你这礼物真是送到我心上了 路中炫耀般地看了看我 好像在说 你看吧 我送什么妈都会喜欢 而你就算送两万块的金项链 妈也看不上 我无奈一笑 劝自己 算了 下次我也买个便宜的 省得热脸贴个冷屁股 那8块8包邮的贝贝家 材质极差 路中一出门 我妈就立马卸下来 长长地输了口气 你要是不舒服 就别用了 本来就不是给老人用的东西 那不行 儿子看到我不用该难过了 我寻思 我妈还挺会提供情绪价值 结果没过两天 我就发现 我送的金项链 居然到了路中女朋友的脖子上 我震惊 我没说话 定定地看着我妈 想让她给我一个解释 我妈无所谓地说 今天勤进来家里 我看她喜欢就送她了 一家人嘛 干嘛在意这点小东西 小东西 我冷笑 你还真够大方的 两万块钱的金项链 你叫小东西 我让王琴把项链给我摘下来 她立马捂住脖子 这是阿姨送给我的 凭什么给你 我回头看向我妈 她也慌忙地打着圆场 嗨 没事没事 你带着就行 轻轻就是闹点小脾气 一会儿就好了 这么多年 每次路中发脾气 我妈就会赶紧上去安慰 到了我 就是一会儿就好了 真是双标啊 她对我的忽视 贯穿了每一个角落 甚至连名字都是 她叫陆中 我叫陆青 她重我轻 我冷笑了一下 走到秦秦身边 弟妹 这个款式太土了 不适合年轻人 还是别人的旧东西 又轻 还值不了几个钱 我弟怎么能这么对你呢 说完 我转头看向我弟 还不赶紧带人家买个新的 秦秦一听 立马转过弯来 让陆中带她去买个新项链 陆中说 你都有这么大个金项链了 要什么新的了 没想到 秦秦还挺分得清 立马把脖子上的卸了下来 那我不要这个了 我要去买个新的 陆中看着秦秦期待的眼神 大怒 陆青 你是不是有毛病 我立马把我的金项链 揣进口袋里 笑嘻嘻地助他们一路顺风 给秦秦买了新项链之后 陆中肉疼了好几天 好说歹说 把这项链算在了结婚的三斤里 既然三斤搞定了 两边就开始讨论结婚的事情 本来 我妈和陆中一直装傻 就等着对方肚子大起来 再跟对方压架 没想到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 说在胎儿十二周之内 如果没凑够钱 就要去打掉 我妈一下急了 开始找我借钱 她搓了搓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青青 你每个月挣那么多钱 你弟弟结婚 你得帮帮忙吧 我点点头 应该的吗 我做姐姐的 我拿两万块钱 就当随份子了 够意思吧 没想到 我妈疼了一下 就从凳子上坐了起来 两万块钱 人家彩礼要二十万 你出两万忽悠谁呢 你起码出二十万 办婚礼还有很多费用呢 我不耐烦地反驳 二十万我一个人出啊 凭什么 我才工作一年 你怎么就觉得 我能有二十万的 而且就算我有 我凭什么给她 我妈气得直垂胸口 现在我孙子在那等着呢 你要是不给 我孙子就没了 本来就是 她自己做出 不靠谱的事 凭什么 让我给她擦屁股啊 我不给 我虽然收入还可以 但是工作一年 拿出二十万 也是十分困难 况且就算我有 她结婚 凭什么都让我出钱 你第一个月就一千八百 她哪拿得出来这么多钱呢 那是她的事 反正我是不会给的 她的事就是我们家的事 你不出钱 不出钱就滚出去 我没你这种女儿 她怒气冲冲地回了卧室 临走还丢下一句 真是白痒了 我以为我妈说的是气话 没想到晚上还真没我的饭 当时我走进厨房 准备盛饭 没想到我妈一把抢走了我的碗 不出钱就别想吃 我瞬间一阵心梗 二十万吃你一顿饭 呵呵 还真是吃不起 陆忠在旁边帮腔 姐 爸妈养我们这么大 你拿点钱不是应该的吗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一个白眼瞥过去 陆忠 你别太离谱 你工作这么多年 给家里买过什么 连一卷卫生纸都没买过 每个月还要从爸妈那坑退休金 这么大个人了 你好意思吗你 没想到路中还没说话 我妈先急了 怎么说你弟弟呢 我不想看见你 你赶紧给我滚 我家没你这个女儿 我转头看了一眼我爸 他好像没看到似的 稳如泰山 爸 我试着叫了一声 他也冷哼一声 没再理我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 我告诉自己 赶紧缓下神 这个家的恶人 看起来都是我妈在做 大院种都是我在当 其实也不过是台前的小丑罢了 而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一个是坐享其成的弟弟 一个是甩手掌柜的爸爸 都是一样的面目可憎 二十万 我都能去五星级酒店包月了 我收拾好行李 就离开了家 头也不回 自从我工作了 每次都要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回家 他们才能有个好脸 路中只需要人来 我妈就笑得乐不可知 待在家里 我还要洗衣服 做饭 打扫屋子 我真是 图什么呢 我躺在五星级酒店的浴缸里 突然忍不住问自己 我只花了几千块钱 就可以拥有一个市中心 带浴缸的大房子 服务员切好水果 笑意盈盈地送到我面前 告诉我有事随时叫它 而在家里 我带着钱 出着力 却好像欠了所有人八百万似的 可能人生就是需要两次断奶 一次是身体上的断奶 对营养不足的奶 我选择不吃 一次是心理上的断奶 对没有爱的家庭 我选择不要 我花了三千块 租了一个精装修的大房子 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狗 取名面面 我屏蔽了家里的信息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天回家 面面都会摇着尾巴 朝我跑过来 在我的腿上蹭 晚上 我一进被子里 面面就会躺在我脚边 半夜上厕所 她也会在门外打着瞌睡等我 这才是我的家人 需要我 给我爱 而我也会把我所有的爱都给她 过了半个月 我爸突然打电话给我 轻轻 今天回来吃个晚饭吧 你这天天不回家也不行啊 我还想着 父母果然还是爱我的 没想到 他们居然是叫我去相亲 相亲对象 还是一个四十岁的老光棍 我看到她的时候 她胡子拉叉 脸上带着憨傻的笑容 这就是我女儿 陆青 嘿嘿嘿 她死死地盯着我 笑得像个傻子一样 真漂亮 我以为是爸妈的朋友 礼貌地打招呼 叔叔好 轻轻 叫什么叔叔啊 这是我们给你介绍的男朋友 男朋友 我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身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 你们疯了吧 他都有四十了吧 哪有 人家就是没好好打扮 长得可精神了 虽然学历低了点 但是可能挣钱了 一个月能有八千块钱 你跟着他净享福了 我妈笑眯眯地 在旁边给那男人针灸 有没有搞错 我一个月一万八呀 妈 你挣那么多 有啥用 又不给我们花 我妈猛地翻了个白眼 说到这 我明白了 原来是把我给卖了 果然 我妈炫耀般地说 这个男人 能给三十万彩礼 我震惊 三十万你就把我卖了 而且他一个月 八千拿凑出来的三十万呢 我本事随口一说 我妈却含含乎乎 半天不愿意接查 我发现了不对劲 坚持问下去 原来 这男人居然还有个孩子 前妻是意外去世的 对方赔了三十万 老婆头妻都没过呢 这男人就着急出来找新人 回去给他儿子当后妈 我气得忍不住笑出声 好好好 这样的男人 你们也敢把我送过去 也不怕把我杀了换钱 你瞎说什么呢 你这孩子都说了 人家前妻是意外死的 再说了 我们也是考虑到 你确实刚工作 拿不出二十万 才帮你找了这个男朋友 有了彩礼 你弟弟就能结婚了呀 你们两个一起结婚 双喜临门 多好啊 陆中也在一边帮腔 姐 你也别这么肤浅 找对象不能光看脸 还得找靠谱的 再说了 你这一直单身 爸妈也不能放心啊 我一时无语 甚至懒得和他们争辩 我爸在旁边 还在和他们给我找的男朋友 若无其事地喝酒 自己的妻子尸骨未寒 他却能堂而皇之地 和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生相亲 还好意思说靠谱 简直是离谱 离谱至极 而且家里明明有两套房子 他们宁愿把我卖了 都不愿意卖房子 陆中说 那俩房子 爸妈一套我一套 卖一套 你是准备让爸妈睡大街 在陆中的规划里 所有人都要排在他后面 就算是卖房子 也默认卖爸妈的 我懒得和他们争论 一把将捉不一掀 都别吃了 这会儿 坐在桌上 酒意正憨的爸爸 和相亲对象 终于停住了笑 他们呆呆地看着我 我的脸被气得通红 大喊道 我就说你们 怎么这么好心 叫我回来吃饭 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 你这孩子 我爸终于怒了 怎么跟爸爸妈妈说话的呢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父母再怎么样 都是为了你好 我忍不住冷哼 您说得对 父母再怎么样 都是为了我好 所以像你们这种 只想着薅我羊毛的人 根本不配做我的父母 我背起包 转身就要走 相亲对象 哀哀哀地叫我 他甚至还没记住我的名字 就想做我老公 我爸一把拉住我 这血缘关系 是你说断就能断的 这么多年 我们在你身上 花了多少钱 你还得清吗 钱钱钱 就算我要走 他们也只记得钱 在他们看来 我不过是一个低成本 高回报的投资产品罢了 我妈说 对呀 当初我们就说 不让你上大学 是你自己哭了三天三夜 还保证说 以后挣了钱 会还给我们的 你这咋还不认账了 他们还真好意思提 当初 我考上985 他们却非要让我上 本地的211师范 就因为免费 还说耽误我好几年 挣不了钱 要我把这些钱还给他们 想到这里 我更是心寒 一把甩开我爸的手 不行 你们就去告我吧 反正我是白眼狼 我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过了两天 路中告诉我妈 被弃病了 让我回去照顾 我本想和路中商量一下 一人看一天 没想到 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咱妈是被你弃病的 你不回来照顾谁照顾 我无语 大哥 我要上班的 我天天在那上班 我工作怎么办呢 咱妈骑马住半个月 半个月不上班 单位不把我给开了 她却坚持说 我妈就是被我弃病的 让我一个人照顾 那时正好是周五 于是 我想了想 还是在下班之后 到了医院 我爸在床边 一动不动 带着老花镜 目不转经地 刷着手机 路中则根本就没出现 我上了一天班 还是打起精神 撑了一晚上 实在是眼睛都睁不开 妈 这一个人真的不行 你叫路中回来吧 这太累了 没想到 我妈却支支吾吾地说 她一个男孩子 心大得要死 照顾人这事 还是得女儿来 女儿才是贴心的小棉袄 买房子的时候 我就是早晚要嫁出去的外人 干活的时候 我就成了贴心的小棉袄 我说我要回去 让我爸接手 我爸却说她年龄大了 身体不好 不能熬夜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到了早上 我还是趁着我妈睡着的时候 回家了 面面在我的脚边急得直叫 我抱着她 她委屈地直呜呜 我强撑着困意 带着面面去散步 她又蹦又跳 憋了一天都不敢在家拉屎 出来之后终于轻松了 整只狗看起来十分开心 就像一个可爱的孩子 面面就是我的孩子 我看着她 也忍不住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 没想到 这个时候 我接到了陆中的电话 陆青 你怎么能把妈一个人丢在医院 你怎么放心的 我累得直喘气 你不放心你过去呗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孩子 陆中也突然消了气焰 我没空 我听到她旁边呼呼的风声 瞬间感觉到了不对劲 你在哪呢 她支支吾吾 你管我 这时 我听到电话里有一个声音大喊 陆中 王琴新人 该你们拍了 我们在前面的吴之州岛见面 你们先去化妆 原来他们背着我去三亚拍婚纱照了 陆中找理由 说如果他们不去 订金就退不了了 我问订金多少钱 一千块 一千块 一千块就把一个病人丢给了我一个人 我跑去质问我妈 没想到到了病房门口 正好听到她在和隔壁床聊天 我那个媳妇啊 怀了双胞胎 哇 那还真是有福气 恭喜你了 旁边的大婶笑得爽朗 有啥福气啊 一看是双胞胎 彩礼一下从二十万涨到四十万了 大婶一拍大腿 那可真是坐地起价呀 那咋办呢 那能咋办 我妈摆摆手 没办法 人家身上揣着孙子呢 我只能卖了一套房 卖得急 亏了大几十万 哟 隔壁阿姨扎扎嘴 那真是亏死了 可不吗 我那媳妇还惦记着我们的最后一套房 非要让我们卖了换个大的 写上她的名字 硬是把我弃进医院了 原来 我妈是因为这个才被弃得住院的 我又成了唯一的小丑 我闭上眼 无语到想笑 甚至想给自己一巴掌 为什么心软回去 亏还没吃够 我猛地一下推开门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妈 门重重地摔在墙上 晃荡晃荡了半天停不下来 她原本还在吐槽中 眉飞色舞 看到我的脸 表情瞬间变成了震惊 清清 你听妈跟你说 别说了 我就是回来拿东西的 你让我爸赶紧回来换我吧 我拿起包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那一瞬间 还听到我妈破房的声音 你说说这孩子 脾气咋这么大 晚上 我在家美美地补了一觉 面面在我怀里 发出幸福的呼噜声 结果半夜 突然好几个亲戚 给我打电话 清清 别跟妈妈傲气了 母女哪有隔夜愁的 你看你妈一个人 在医院多可怜 是挺可怜 那你去陪她呗 小姨 反正你退休也没事做 小姨耿住了 假装咳嗽了两声 就挂断了电话 清清 你弟弟这个人 确实不懂事 舅舅相信 你是最好的孩子 快去陪陪你妈妈 舅舅 你别相信我了 还是我妈懂我 她说 我是白眼狼 你这孩子 挂了 舅舅 你有空就去看看 你妹妹吧 明天周一 我还要上班 拜拜 挂断电话 我只觉得通体舒畅 打开朋友圈 就看到我妈 发了一条朋友圈 是她在医院 挂掉水的图片 文案是 我的小棉袄 不要我了 再加一个委屈的表情 我截图给陆中 快回去啊 你可是妈妈 唯一的皮夹克了 小棉袄 还是不靠谱 没有皮夹克抗风啊 断亲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畅快 时不时的 我还是会惦记父母 上网之后 我发现 有类似情况的女孩 不在少数 我们更像是 生孩子的配货 重点 永远是家里的弟弟 女儿的存在 就是为了给弟弟输血 我开始录视频 记录自己的断亲心路 没想到意外得到了不少关注 我们当地还有一档节目 叫亲情保卫站 邀请我去做嘉宾 我因为观点犀利 贴合年轻人的视角 长相也还算出众 学历也不错 获得了电视台的正式合同 台长十分看好我 说让我去考个研究生 回来可以以人才引进的方式 给我编制 我自然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每天加班加点地学习 还托朋友介绍了一个 大的博士生给我辅导 我妈给我打电话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挂断 陆中给我发消息 说她下周结婚 让我务必回家帮忙 我理都没理 继续向老师请教 新闻学中的专业术语 什么叫容器人 老师耐心地解释 这是新闻学的术语 指的是当代人 无法进行内心的深度交流 只能依靠肤浅的交谈 就像容器和容器 只能通过外表触碰 而无法深入彼此的内心 老师叫唐涛 刚刚博士毕业 学识渊博 他总是夸奖我 勤奋好学 我不好意思地说 我还怕您嫌我烦 他哈哈大笑 怎么会 爱学习的人 看起来闪闪发光 后来 他告诉我 其实他私底下 也很喜欢看 亲情保卫战 还算是我的粉丝 我哈哈大笑 没想到您这么忙 还有空看这些啊 我当消遣看 里面那些故事特别狗血 虽然都是假的 但是比电视剧好看多了 比如我之前有一期 看到那个女孩 被爸妈五十万 卖给一个五十岁的老光棍 真是太离谱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爸妈 他说着 哈哈大笑起来 我抿了抿唇角 有些伤感 其实不都是假的 很多人的人生 就是很狗血的 比如说我的 看着我的脸 唐涛突然有点不好意思 他拼命说着抱歉 说自己一直待在学校 所以对外面的世界 不太了解 也不会说话 我摇摇头 微笑 没关系的 你也不是故意的吗 那我请你吃个饭吧 当向你赔罪 我微微一笑 有些不好意思 等我烤上了 你再请我吃吧 路中结婚 我没有去 听说是不欢而散 女方家里临时作妖 新郎已经去敲门了 突然又要求加二十万 不然就不出门 我爸妈着急的只打转 说这都在眼前了 哪来的二十万 不行写个借条呗 结果王秦一家是死活不同意 我妈给我打电话 找我借钱 我关机拒绝 她气得直跳脚 最后好说歹说 砍到了十万 这才把婚结了 晚上 我刷到王秦的朋友圈 是一张全家符 上面是我爸妈 路中 还有王秦 王秦还在上面画了两个箭头 指着我爸妈 写的文字是 俩抠货 我让路中去看王秦的朋友圈 他奇怪地说 看什么 什么都没呀 原来 他屏蔽了我们一家 却忘了屏蔽我 我在底下回复 给你几十万的抠货 还真是挺抠 虽然我对他们也很失望 但看着他们花了这么多钱 还落不了一句好 还是忍不住有些伤感 三分钟后 这条朋友圈就消失了 王秦给我发消息 姐姐 这个是误会 我跟你解释一下 眼看着聊天框 还在显示对方正在输入 估计是在辛苦地找理由吧 不用跟我解释 我不在意 你去跟路中解释吧 你跟路中说了 你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恶毒 之前真没看出来 你是这样的人 我恶毒 我甩给她几张截图 这小红书是你发的吧 那截图里 是她的发帖截图 第一个问题是 男朋友很没用 但她姐姐很厉害 能不能结婚 第二个问题 男朋友家里的全款房 怎样变成婚后财产 发现被我发现之后 对面显然极了 姐姐 我下面还有个弟弟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你跟路中解释一下 我毫不犹豫地拉黑了他 然后把刚刚的聊天记录 发给路中 既然他已经说我恶毒了 我也不能让他白说 这天 我上完考研课 累得全身像要散架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我的出租屋 没想到 居然看到我爸妈 路中正在屋里忙活 我妈在做饭 我爸给我扫地 路中在喂狗 我揉了揉眼睛 一瞬间怀疑自己 是不是在做梦 我妈一看到 我回来了 立马欢天喜地地迎接我 说给我做了好吃的 我奇怪地问他们 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怎么知道我大门的密码 他们支支吾吾地转移话题 让我赶紧坐下吃饭 面面看到我回来了 呜呜地朝着我叫 我一看 路中抓着狗狗的嘴 要给它喂啤酒 我一把掀开它 你是不是有毛病 给我的狗喂啤酒 你是不是疯了 我对着它又捶又打 路中还大言不惭 你不是说它是你儿子吗 儿子喝点酒怎么了 我继续追着它打 我还说你是狗呢 你咋不去吃屎呢 我爸赶紧过来拉架 好了好了 别打了 赶紧吃饭 说着 把我按在了餐桌旁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面面 幸好我回来得及时 他还没喝上酒 我把他抱在怀里 谁都不能碰我儿子 我爸给我加了一块炒鸡蛋 轻轻尝尝爸爸炒的鸡蛋 你最爱吃了 我无奈 爸 我鸡蛋过敏 哈 他尴尬地笑笑 瞧瞧爸爸这记性 爸 是我爱吃鸡蛋 路中无奈地说 我爸赶紧把鸡蛋 放到路中的碗里 看看爸爸这脑子 然后又给我加了 鸩唇蛋 来 吃这个 爸 你是来搞笑的吧 我爸愣了一下 筷子停在了空中 我妈一把拨开了 他的筷子 姑娘都说了 吃不了了 你干嘛呀 然后给我拿了一个馒头 我勉强维持着笑容 掰开馒头 一块块往嘴里塞 没一会儿 我妈终于进入正体了 姑娘 听说你最近在台里 很受气重啊 还行 咋了 我顺口接到 就是 你弟弟不是一直没工作 你现在这么厉害 能不能给你弟弟 在台里安排个工作 干什么不重要 有编制就行 我正喝着粥 一口从嘴里喷了出来 妈 你以为编制 是路边的白菜吗 我说给他 就给他一个 妈也知道不好办 这不是你亲弟弟吗 你费点心 对啊 路青 你发达了不带我 你想带谁呀 路中在旁边说 我用眼睛狠狠地弯了他一下 你有没有搞错 爸妈年纪大不知道就算了 你也不知道 我自己都没编制 给你搞个编制 你以为你是谁呀 切 路中戏谑道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网上一百多万粉丝 现实里连个编制都弄不到 我强忍怒火 对 我就是狠菜 你们快走吧 我真帮不了忙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来你就让我们走 我爸怒气冲冲地说 我们大老远给你做饭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你就这么对我们 说到这 我更来气了 大老远给我做饭 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我过敏 再来一个鞍唇蛋 你们再搞笑吧 再加上一个卤肉店的成品 这就算你们做的了 你 我妈本来还想反驳 我继续问道 你们到底怎么进来的 看我紧追不舍 我妈赶紧带着陆忠和爸爸 落荒而逃 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莫名其妙 喂 你不是说要来我家吗 怎么还没来 啊 我什么时候说要来了 我惊呆了 明明之前我闺蜜说 要来我家找我玩 怎么我打电话过去 她却说 她从来没说过 我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给她 她莫名其妙 这不是我呀 我仔细一看 一模一样的头像 一模一样的微信名 还有微信号也 我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这微信号不是路中的吗 瞬间 一股无名之火疼地冒起来 难怪他们知道 我的地址和密码 都是刚刚我以为 是闺蜜发的消息 亲自告诉他们的 我赶紧去卧室里 检查了我的东西 发现现金和首饰都不见了 真是日房夜房 家贼难防 我立马打电话给我妈 那个确实是我们拿的 都是一家人 什么偷不偷的 多难听啊 我强忍住怒火 我不想跟你们说那么多 赶紧给我送回来 这都到我们手里了 你怎么好意思要回去的呀 路中抢过电话 笑嘻嘻地说 这就是我们的咯 我紧握住手机 陆忠 陆建国 张明月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 如果你们两小时之内 不把我的东西 给我送回来 我立马就报警 我妈没想到 我动真格的 骂骂咧咧地回来了 都是一家人 整得这么见外 真是的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 把我的现金 首饰放回原位 严肃地警告他们 刚刚你们这种行为 已经算是盗窃了 如果以后再有这种情况 我立马报警 切 眼看着陆中还不太相信 我冷冷道 你如果不相信 现在就可以试试 你看我会不会把你送进去 私闯民宅 盗窃 冒用他人身份 行了行了 姑娘 都是一家人 我爸出来打圆场 以后我们不来了就是了 我毫不客气地送走了他们 面面呜呜呜地跑到我面前 在我怀里蹭 小可爱 今天受委屈了 妈妈带你出去散步 我摸摸她的脑袋 面面的尾巴摇得更欢 我带着面面去宠物店 准备给她多买点零食补充一下 没想到 一进门 居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唐涛老师 唐涛正在前台记账 一看到我 也十分震惊 你来这打工啊 我有些震惊的试探 不是 这店是我的 我喜欢宠物 现在也不是很忙 说着 他来到面面身边 好可爱的狗狗 我们居然养的是同一种 他的眼睛笑眯眯 亮晶晶的 他叫了一声 大米 就看到一只 同样可爱的小笔熊 跑了出来 我们俩又发现了 共同的爱好 瞬间像是找到了知音 我们从白天聊到晚上 聊着养宠物的心得感受 不知不觉 居然到了晚上十点 唐涛关门送我回家 我们在月光之下 慢慢地走着 路上没什么人 月光把影子拉得很长 我刻意打破这寂静 今天聊得太开心 都没好好学习 以后不去了 不然考不上研究生了 哈 他不好意思 使我考虑不周了 想了很久 他说 你住得这么近 那以后你随时来宠物店找我 我给你补课 就当补偿你了 我憋着笑 却认到 真的可以吗 唐涛温柔点头 这一波完胜 既有了帅哥辅导 又省了辅导费 爱因斯坦在我面前 都要自叹不如 有了唐涛的帮助 我进步神速 转眼到了年底 在考试前的三天 唐涛甚至没有开店 来帮我复习 我说不用 他却说 没事 本来就是副业 当然是前途重要 在他的帮助之下 我顺利地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了给大的研究生 面试时 唐涛一直劝我 不要紧张 说不定进去以后 突然就什么都懂了 直到走进考场 我才发现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唐涛坐在考关席的最左边 笑眯眯地看着我 这位考生 请你说说 你对容器人的理解 我深吸一口气 侃侃而谈 容器人是日本传播学者 中野收提出的理论概念 指的是在现代 大众传播环境下 人们的内心世界 就像封闭的容器一样 这些人虽然希望 与他人接触 以摆脱孤独状态 但这种接触 仅限于容器外壁的碰撞 而不涉及内心世界的深入交流 那怎么才能避免成为容器人呢 以心交流 真诚了解 老师们哈哈大笑 我也不知道 他们在笑什么 最终 我面试也得了第一名 我问唐涛 老师们到底在笑什么 他先是不说话 禁不住我持续地追问 终于告诉我 他们都以为 你是我女朋友 我的脸刷得一下飞红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唐涛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我总是提到你 老师们都是前辈 一下就懂了 我抿嘴 别过头加快脚步 唐涛追上来 我是不是给你造成困扰了 如果你不喜欢 以后我可以假装不认识你 看着他着急的样子 我忍不住扑吱一下笑出声 那倒没有 我只是觉得 我不想这么不明不白地 被别人误会 面面和大米都到了交配的时间 他们品种相同 年龄相近 毫无悬念地成了彼此的对象 没过多久 大米顺利怀孕 生下了四只可爱的宝宝 我和唐涛一起照顾狗狗 不知不觉 心意相通 这天 狗宝宝满月 我们说 把狗宝宝送给朋友 没想到 我接了朋友刚到家门口 就听到一阵礼花声 砰 最好的朋友都在身边 唐涛拿出一束花 走到我身边 轻轻 在这几个月的相处里 我们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心意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们应该有一个正式的仪式 我想问你 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脸色飞红 疯狂点头 下一秒 就沉入她的怀里 有了硕士学历后 我非常顺利地 拿到了电视台的正式编制 我和唐涛的婚期 也越来越近 我邀请我爸妈来参加婚礼 没想到 他们却要求出厂费五十万 你们参加我的婚礼 还要出厂费 还五十万 你们疯了吧 我震惊 后来 我才知道 我爸爸破产 妈妈被辞 全家只有路中一个人 收入一千八 而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还先天体弱 花费巨大 已经把手上最后一套房都卖了 王晴看到这般光景 也丢下两个孩子 提筒跑路了 他们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都没有接 所以完全不知道 出于人道主义 我给了两个小侄子两万块钱 最终 也没有让他们出席我的婚礼 我请我的导师和领导 坐在家长席 面面和大米 来给我们送戒指 我问唐涛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奇怪 她揉揉我的头发 温柔地看着我 勇敢的女孩享受世界 你真的很勇敢 我看向窗外 此刻 一只粉色的蝴蝶震齿飞过 在我的身边环绕了一圈 唐涛笑着握紧我的手 你是被蝴蝶选中的人 会越来越幸福的 是的 我回应唐涛手心的温度 望向蝴蝶 从今以后 我一定会越来越好 丸子还要给大家 再讲一个故事 我妈是个勤俭持家的人 除夕夜拜神的鸡 被她放在冰箱冷藏 直到元宵节那天 才在众多剩菜中被发现 她执意把那只鸡吃了 说东西放在冰箱 怎么会坏 当天晚上 她食物中毒进医院 一晚上开销一万三 我妈从小受外婆影响 任何东西都不能浪费 浪费在她眼里 是与不孝并肩的大罪 在我印象中 家里的水都是有用的 洗菜的水收集起来 洗碗用 洗碗的水收集起来 拖地用 洗澡的水收集起来 洗衣服用 洗衣服的水收集起来 拖地用 拖地的水收集起来 冲厕所 因此 我家的厕所 从小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恶臭味 在厕所边上 看见一块碎掉的鸡骨头 根本不是怪事 家里的其他地方 里里外外都散着一股 厨余的臭味 尽管那些水 被我妈过滤了好几遍 还是臭 后来 她就往拖地的水里 扔结块的洗衣粉 摔倒了几次后 她不敢了 当初买房的时候 我妈图便宜 买了当时正在打折促销的 带大露台的二楼 在南方 低楼层的虫子和老鼠 是最多的 我家的厨房 曾一度被老鼠和蟑螂 炸了家 可我妈却跟没看见似的 说什么都不愿意 浪费多余的水 给家里重新打扫 就算我亲自动手 只要被她发现 我用了水龙头 就少不了一顿说教 她的方式 不是动刀动枪的责骂 而是让我产生愧疚感 在前这件事上 比谁都更计较 她每天早上 记录家门前水表的数据 睡前再记录一次 超出了一定的额度 就会朝我们父女俩暗自啰气 我爸又是个疼老婆的人 看见老婆大人一哭 就着急了 哪怕偶尔抱怨一句 只会换来她的哭诉 我每天省得撒瓜俩枣 不还是为了这个家 你以为我愿意呀 什么地方都要花钱 我不省着点 就老周那点工资 哪够花 可如今我长大了 出来工作 她还是这样 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家庭条件富裕了 也依旧走着过去 勤俭的那个套路 反而比过去更加严峻 尤其是最近的一年 我妈更像走入魔了一样 拼了命的节俭 就连擦屁股的纸 都恨不得买醉次的 掉在地上的东西 别说三秒了 沾了汁水 她也能面不改色地 丢到嘴里 用她的话说就是 大菌当细菌 细菌当补品 也许是身体习惯了 这样的饮食 一般的食物问题 真拿她没办法 发霉的水果 切掉坏的部分 可以直接吃掉剩余的 发霉的大米淘一淘 还是能熬一锅粥的 只是谁也不敢去碰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了家 我妈难得熬了一大锅汤 说是骨头汤 喝了不盖 但回家的路上 我看见一家新开的奶茶店 一时贪喝 把自己喝成了 我只好白手不喝 我妈也不恼 把我的那份也喝了 我爸一边喝 一边扎着嘴 这汤够味 说着他就拿着碗进了厨房 但是很快 厨房传来一阵尖叫声 我飞奔过去 只见我爸用勺子 咬着汤锅里的残渣 全是一些被啃剩下的 鸡骨头和虾壳 我原本还以为 那是猪骨头熬的汤 结果从我爸嘴里才得知 那是邻居请吃喜打包回来的 别人吃剩下的食物残渣 你不是说 这东西打包回来喂流浪狗吗 性子软得我爸难得发了一回火 我妈还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满不在乎地说 你今早喝粥也没意见呢 再说 我都逃了整整三遍了 还用钢丝球刷得干干净净 我保证不残留任何口水 此话一出 我爸飞奔到厕所 大吐特吐 而我也趁我妈没注意 端着那个汤锅 倒了楼下垃圾桶 直接倒了个干净 为了以防万一 我检查了一下家里的冰箱 看看有没有漏网之余 我将家里的冰箱翻了个遍 以下是冰箱存货 2015年产 为私封的五人月饼两个 2016年产 以开封没吃完的豆瓣酱 生产日期不明的咸鱼三条 以发臭 吃剩一小块的鱼尾巴 没发臭 保质期内以开封的牛奶 以发臭 裹着保鲜膜装在杯子里的 带豆渣的豆浆 以发臭 中秋节买回来的酸奶 均已开封 且没吃完 2020年产的 已开封广式腊肠 没发臭 但已过期 已开封的罐头鱼 只剩下几颗豆豉 去年端午节的粽子 已过期 以上我全都一股脑的 往垃圾桶里扔 我妈发了疯似的冲过来 她想阻止我这大逆不道的行为 可我爸紧紧地拽着她的手臂 她正脱不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我将她珍藏多年的宝贝丢弃 我提着沉重的垃圾桶 关上家门 门内响起一阵哀嚎声 再回到家时 我妈红着眼睛 瞪着我们妇女俩 然后大口大口地 扒着碗里的白米饭 几分钟的功夫 就将饭桌上的菜 吃个精光 生怕慢了一拍 就被我全给倒了 她即便愤怒到爆炸 也不舍得将饭桌掀了 可我看着那些一盘盘的剩菜 宁愿她掀了 她解气了我也能放心 当天晚上 她的肠胃第一次发起了反抗 饭后没多久 开始上土下泄 被我爸送去了医院 检查 开药 挂水 一晚上就花了小几百 钱不多 可我妈心疼得要命 挂水的时候 还在跟我爸唠叨 这钱没必要花 她熬一熬就过去了 我这才知道 她以前不是身体好 是自己强装没事 以为只是拉拉肚子 没什么大碍 看她一脸被病魔折腾的倦怠 我好生好气地跟她讲 咱们生活条件 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 不必再那么节俭了 我工资都过万了 妈 你要是钱不也够花 我每个月给你四千家用 反正我单位包吃包住 我也没地儿花钱 我妈却白白手 说什么都不要 还说以后不这样了 只要她肯改掉这个过度节俭的习惯 我就放心了 要知道剩菜剩饭放得久了 亚硝酸盐 微生物等玩意儿很多 长期吃会得癌症 给我妈预约了年后的身体检查 为了监督我妈 我从单位宿舍搬回家 自高中住宿开始 我基本没有长期住在家了 回家也只会带点吃的喝的 从未检查过家里的食物 趁着我妈还在医院躺着 我忙着回家收拾起来 不翻不知道 我妈的珍藏竟然有那么多 长了一缸子米虫的大米 面粉 碎成渣子的面条 粉丝 过期好几年的泡面 潮湿发霉的陈皮 茶饼 过期几年的春节年货 在餐边柜的抽屉里 翻出来毕业那年 买给我妈的手机 包装都没拆过 我拆了包装 试着打开手机 已经无法开机 在储物室翻到了 我买回家的扫地机器人 还是全心未开封的 但是背面被啃了一个大洞 包装盒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灰 打开盒子 跑出来一大群小蟑螂 尝试着开机试试 却发现根本开不了 已经成了一个废弃物 随后又翻到不少过期食品 以及放着不用 被放坏的电器 我全都装进了一个个塑料袋里 才装了一点东西 袋子就直接破掉 东西摔了一地 我仔细一瞧 才发现塑料袋 竟然有缝补的痕迹 肯定是我妈不舍得 丢掉破口的袋子 拿针线直接缝补 又涂上胶水 可是要是装的是一岁贵重物品 只会得不偿失 于是我干脆将垃圾袋也扔了 找来一个结实的麻袋 全都一股脑塞进去 我收拾了一个通宵 才把家里积攒多年的过期物品清空 只是我妈回来以后 差点没喘过气来 差点气晕过去 她在心疼那些还没坏的东西 你这是造孽啊 糟蹋了 糟蹋了 她眼泪哗啦啦的掉 娇弱地靠在我爸肩上 哭得眼睛鼻子都红了 我爸确实支持我的 你看看家文把家里收拾得多好 现在多清爽 快过年了 得收拾干净 还有那些东西放坏了 你吃坏身体 不是更浪费钱吗 我妈想到 昨晚挂水花的钱 被堵得哑口无言 除夕夜 我妈将养在露台的鸡给杀了 这是她买回家下蛋的鸡 说是这样 每天吃蛋的钱就省了 她杀掉这只鸡 是为了阻止 我去菜市场买现做的白切鸡 她说 人家的手艺不如她的 还卖那么贵 不值得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我妈还是一如既往的节俭 连过节都不愿意 多花出去一分钱 鸡杀掉 拔了毛 被放在滚烫的开水里 浸泡熟透以后 我妈将熟鸡摆放在神台上 虔诚地祈祷 而碗里的鸡鞋已经凝固 她转头就拿主鸡的水 去做了一盆不辣的毛血网 不是因为她不吃辣 是她不舍得多放辣椒 我眼巴巴地看着一只只苍蝇 落在鸡身上 自己却连一口都吃不上 饭后收拾饭桌 我妈将拜过神的鸡 随手丢到冰箱里 我生怕她又忘了吃 叮嘱道 妈 我把鸡给你放冷冻了 你要吃的时候 再拿出来解冻 她回给我一生绵长的 哦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几乎都是在拜年的路上 午饭晚饭 都在亲戚家蹭饭吃 送的礼也不难搞 他们送过来的 我们再送出去 这是大多数人都干的事 清一色的农夫山泉 涮鱼片蘸酱油 我妈倒是吃得乐呵 还暗自得意 省下了好几笔伙食费 临走的时候 还打包了不少剩菜 亲戚家喜欢吃新鲜的 也不在意 年初期是外婆的生日 我妈都是挑这天才回娘家的 说这样不用来回折腾 省油费 才到楼洞门口 我就听见楼上的声音 我快步跑到楼上 舅舅家门前 舅妈十分窝火地 朝外婆吼道 攒尿充实 亏你想得出来 你恶不恶心 我受不了了 你给我滚 舅妈在我印象中 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 今天竟然朝外婆 发了这么大的火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妈见舅舅也不出来 替外婆说一句话 就默默地进屋 收拾了外婆的衣服 又立刻拉着她下楼上车 舅舅拍了拍我的肩膀 辛苦你了 我这时还没意识到 这是噩梦的开始 我拎着外婆的行李上了车 她立刻翻来覆去 看我有没有落下什么 外婆果然发现 我漏了东西没拿 嘴里念叨着 亏大了 就弯着腰快步跑上楼 我回去打算给她提东西时 她已经拎着两个大袋子 出现在楼梯口 攒了这么些年的吃的 可不能便宜那个坏女人 我寻思着 可能是外婆的桂架汤料 可拎到手里 却重得我差点将东西摔在地上 沉得很 又冰得很 外婆跟着我们回了家 麻利地将那几袋子的东西 一股脑地往冰箱丢 一整个双开门冰箱 都几乎塞不下她的珍藏 我一时好奇 翻看了下都是些什么 破旧的塑料袋 裹着的只是寻常的肉 冻得帮硬 但塑料包装袋上 模糊地写着四个数字 2018 外婆 这肉都六年了 赶紧扔了吧 会吃坏的 说着 我已经将那袋子 从冰箱里抽了出来 往垃圾桶瞄准着 外婆看着年纪大 但反应快得很 一把夺过我手里的东西 嘟囔道 糟蹋了 糟蹋了 这可是你太公 死前养的那只母鸡 养了好些年 吃了可以延年益寿 很补的 每年只能吃一点点 说着 她掰出来一小块 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恶狠狠地朝我说 你要是敢浪费食物 我打不死你 我被外婆的眼神 吓得说不出话来 平常除了抠门 十分疼我的妈妈 却没有为我争辩一句 哎 在节俭面前 他们算是毫无人性了 在外婆的要求下 我们的晚餐从两菜一汤 变成了一菜一汤 那个汤是涮锅水 我还被强迫喝了两大碗 我妈那边收拾碗筷 外婆已经将家里的灯给关了 只开了厨房一小盏灯 说 要节约用电 紧接着 外婆向新黄灯机一班 颁布了以下家规 白天不允许开灯 人不齐不允许开电视 夏天气温高于三十度 才可以开风扇 气温高于三十五度 才可以开半小时空调 洗衣机必须攒够衣服才能洗 洗衣粉每次用量 只允许一勺 洗衣机的下水管 必须连接水桶 把水攒起来 甚至规定 每次用纸巾 只能用两格 我妈就算是在节俭 也没提出擦屁股 只用两格的规矩 外婆还没说完 拿出一个陈旧的铁盆子 是我妈放在角落里 不舍得扔的 以后撒尿就撒这里 攒着充实 说着 我感觉胃里一阵翻涌 差点将刚吃下的饭 给吐了出来 我妈只是默默地 听着外婆的话 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我猜他们两个 肯定想法一致 将节俭贯彻到底 不幸的是 才搬来第一晚 外婆就摔倒进了医院 外婆是晚上上厕所时 不小心打翻了尿盆 在黑灯瞎火中不慎滑倒 后果就是 骨盆摔成了骨折 要在医院躺一段时间 这期间 光是医药费就有好几千 还没算上住院的费用 几千块足够一年的电费了 外婆这茶属于阴小师大 她哀哀哀哀地叫喊着 捂着胸口一脸痛苦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心脏病犯了 实际上她那是心疼 花出去的医药费 她双手撑着床檐 说什么都要穿鞋回家 还斥责医生没良心 骗她老人家的钱 满嘴都是胡周 我听了都觉得难受 但医生到底是负责任的 并不会被臭骂了几句 就不管病人 嘱咐好家属后就离开了 我在医院陪着外婆 我妈回了家给外婆做饭 他们母女俩都嫌医院的饭菜太贵 不值得 我妈不知道从家里捣咕了什么 饭菜里飘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我捏着鼻子都嗅到一阵味 同病房的其他病人都一脸嫌弃 可他们俩却吃得那叫一个香 我妈从保温瓶里倒了一大碗骨头汤 送到外婆面前 说 妈 这是我熬的骨头汤 你多喝些 我看着那一块块冒头的鸡骨头 心里一阵恶寒 我想夺过那碗 免得外婆喝出毛病 但她转眼就一咕噜喝光了 剩下的几滴也给舔得干干净净 妈 你是不是又 我想问她 是不是有哪里收集来的骨头熬的汤 她一脸不满地瞪了我一眼 让我闭嘴别说话 我就知道她还是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天下午 我妈和外婆腹痛不止 一个在床上喷射 一个霸占了病房的厕所 两人最后都被拉去急诊室挂水 还是前段时间那个医生 她又苦口婆心地教育了这对母女 经过我的盘问 原来是我妈看到邻居丢在门口的骨头 觉得可惜 居然捡回家了 她的老毛病又犯了 看着多出来的一千多的医药费 她唉声叹气 竟然怪罪起自己的身体了 说什么老了不中用 以前这点小毛病根本难不倒她 外婆入院以后 亲戚都来医院探望她 我生怕她死不悔改 将送来的水果都仔细检查了一番 将烂了的全都偷偷带走 但外婆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新鲜的水果她舍不得吃 非得一直摆着 自己天天光看 就是舍不得吃 没几天 看到水果发黑 皱巴巴的了 就急了 别人家是从坏的开始吃 然后天天吃坏的 可她不一样 她知道水果坏了一个 还会接着坏 为了防止水果一次全坏了 干脆一口气全吃了 足足五斤水果 还都是高糖分的 香蕉 桃子 芒果 葡萄 她年纪大 身体本就有点小毛病 这下血糖直冲云霄 引发了并发症 直接晕倒在病床上 我妈还以为 外婆只是睡着了 可我发现了不对劲 才喊来了医生 她差点把自己给吃没了 就这么来回折腾 为外婆花的钱 都够我们一家 吃一辈子的水果了 可她依然死不悔改 我妈还在一旁得意地说 没有我平常节俭 哪里来的钱掏医药费 还是该省省 少花花 可是 过度的节俭 本就是一种浪费 总是会因小失大 剪了芝麻丢了西瓜 又是何苦呢 我很想搬回单位宿舍里住 已经能想象 跟外婆和我妈住在一个屋檐下 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没办法丢下我爸 自己一个去过快活日子 我得想办法让他们改掉这些毛病 都是第一次做人 凭什么有钱不能用点好的 吃点好的呢 老一辈的节俭 只是因为时代原因物资匮乏 不得不省着点用 我妈以前为了节约钱 将用过的避孕套洗干净了 继续用 结果意外怀孕 但政策原因不能生二胎 于是花钱堕胎 结果就是又费钱又伤身 她曾经因为省钱吃过亏 还是不愿意清醒过来 一眨眼就折腾到元宵节 刚从单位下班回来 就见饭桌上摆着一只鸡 我妈还夹着几块肉到饭盒里 我猜是给外婆送饭 但是饭菜里却分明飘着一股馊味 这鸡不会是年三十拜神那只吧 是啊 放冰箱里可不会坏 但我嗅到的那股馊味是真实的 我有个不好的想法 妈 你是不是把鸡又放回冷藏 那当然了 放冷冻里多费电啊 我妈说完 我就端起盘子 准备往门外冲 我只想丢掉它 这玩意吃了不死 都会掉了半条命 我妈却死死抱住我的腿 不让我跑出去 它嗷嗷地叫着 造孽啊 哪有你这样糟蹋食物的 多好的一只鸡呀 我可是养了大半年的 你不让我吃就算了 还要把它扔了 我心一狠 连同盘子一起丢到脚边的垃圾桶里去 妈 你怎么还是这么执迷不悟 你是还没吃够苦头 还是闲挂的水不够 你还要拿去给外婆吃 你们母女俩是疯了吗 放了半个月的肉 都臭了 你是想死吗 非要吃了不可 我说着说着 眼泪都飙出来了 我真的害怕它会这么吃出问题 不是舍不得掏钱给它治 为人子女 只希望父母都健健康康的 可她却明顽不灵 怎么说都不肯听 我明明是担心 她吃出问题 到她嘴里就成了我心疼钱 我妈也委屈起来了 扁着嘴说 你以为我想这么节俭啊 还不是你回家说 同事家里给买房了 我就想攒点钱给你 掏个首付 女孩子家 没套房子 将来老公欺负你 都没地方去 说着 我妈也一样掉了眼泪 可能觉得自己付出了艰辛 却得不到理解 我回想着 自己什么时候 说过那样的话 可是有些琐碎的回忆 我根本想不起来 对我而言 只是分享一些事情而已 我妈却误以为 我借同事买房的事 说自己也想买了 我随口一说而已 妈 求你了 别这样 我就是买房买车 也是靠自己赚钱啊 我哪里舍得 让你过得那么紧巴巴的 我将来的老公 要是敢欺负我 我一脚踹飞了他 更何况 我还可以回家呀 看见我妈那副干瘦的身躯 我只觉心口抽抽的疼 像被人拉住了心弦 不断地抽拉 他那么做 也是为了这个家 他操劳了一辈子 还是舍不得对自己好一点 他从前也不至于捡 别人不要的骨头 也不会捡回垃圾桶里的食物 妈 听我的 咱们以后吃多少 就做多少 不会浪费的 他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听进去 安抚好我妈的心情后 我将东西都丢了 也没时间再买菜做饭 只好到医院食堂里 买点有营养的 给我外婆送去 他身体一点点地恢复过来 天就是心疼花出去的医药费 仿佛他活在这个世上 不配花一分一毫 我也不跟他辩驳 由着他在我耳边唠叨 就当是他的出气筒 探视结束后 才走出外婆的病房 转眼却看见我爸的身影 一阵不祥的预感袭来 我忙得跑过去 你妈 我爸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跟着她的脚步 往急诊室跑去 我妈是重度食物中毒 被送去洗胃了 洗胃可是非常遭罪的 医生会将胃管插入你的喉咙 会让你感觉到不是 这还只是开始 紧接着是恶心 呕吐的感觉 整个胃都像是在翻腾 洗胃液会缓缓地注入你的胃里 冰冷而刺鼻的味道 让你永生难忘 能感觉到胃在剧烈的收缩 每一次的抽动 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而这样痛苦的过程 至少要忍受半个小时 我回家的时候 看见她扒着一只鸡在吃 我还以为是新鲜的 结果她突然腹痛难忍 说是不舍得就这么浪费了 说这是最后一次 就从垃圾桶捡回来 自己吃了 胸口一阵窒息 我明明已经跟她说清楚了 我妈为什么还要这样 为什么 我明明已经告诉她 不需要这样 现在又不是闹饥荒了 我们家是缺衣少食了吗 至于让她一次又一次地 在垃圾桶里 把食物捡回来吃 我既生气又心疼 实在不忍心看 我妈总这么糟蹋自己 我妈被退回病房时 满脸苍白 我又没有办法对她发火 这种无奈的感觉 如同掀起的海浪 将我吞噬 我愧疚得几乎要窒息 我妈和外婆接连送院 我和我爸只能轮流请假 照顾他们俩 我的单位还好 毕竟是铁饭碗 领导有意见 也没办法将我撵走 可我爸不一样 他只是公司的一个小领导 本来就因为年纪大被嫌弃 如今频繁请假 害他直接连工作都丢了 他还没到领取养老金的年纪 这养家的重担 全都落在了我的头上 这下外婆和我妈都有了油头 持续疯狂节俭了 过年的这段时间 已经将我折腾得不成人样 整个人都销售了一大圈 外婆出院后 噩梦般的日子 才算是降临到我头上 她因为入院花了太多钱 又因为只剩下我这个养家的 于是更加大了省钱的力度 要不是担心我上班熏到同事 连澡都不让我洗了 她自己就拿一小盆水擦擦身子 明明身体还没全好 就急着出院回家 她上次吃过摸黑的苦 买来了一个手摇式电筒 说是不费电 以后晚上就用那玩意照明 一开始我是嘴上听外婆的 关上门来自己用自己的 可她惊得很 看到门缝透着光 就跑过来拍我的门 斥责我不知道节省 之后我用布条塞着门缝 她伤势全好以后 还能跑到楼下 看我房间的窗户透霉透光 有一次就是被她发现 我偷偷开灯开风扇了 急得她一脚踹开我的房门 我爸拦都拦不住 她更是直接将电闸都拉下 把电箱锁起来 要是她自己握着 我也不傻 网购了露营用的电源箱 给爸妈也买了一个 熬了一个月 我们的电费单出来了 创下历史新低 一个月只用了二十度电 在小区里都出名了 只为了省几十块的电费 我们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冰箱的食物都被放坏了 要不是我早起偷偷拿去 小区外的垃圾桶扔掉 他们指不定还要去医院 多洗几次胃 幸好 我妈经过那次洗胃 已经想开了 发自内心的反省自己过去 是多么愚蠢 可我外婆是个老顽固 凡事只有她对 别人都是错的 周末一大早起来 就见外婆捧着个盘子 躲在厨房里吃东西 我还没瞧见是什么 就嗅到一股浓烈的醋味 外婆 你在吃什么 酸味那么重 外婆支支吾吾地说 猪脚僵 我没想太多 就在厨房洗漱去了 厕所里堆满了 外婆攒下的 不明腥骚液体 光是站在门口 我闻到味就想吐 我有那集 都是在单位解决 要么就不行到 小区外的公厕 外婆见我在 又跑回自己的卧室里 可我却在垃圾桶里 看见被她咬碎成 渣渣的鸡骨头 打开冰箱 一股浓烈的臭味 向我袭来 懂了 是她一入夜就拉电闸 冰箱里的食物全都坏了 她忙着把东西吃了 那股味道 像死在下水道的老鼠 腐败了好几天 我瞬间连吃早餐的胃口都没了 忙将腐坏的食物 都掏出来看看 这都是外婆从舅舅家搬过来时 带过来的食物 我还以为是什么稀罕的宝贝 结果只是寻常的咸鱼 腊肉和陈年冻鸡 我将东西塞回去 关上冰箱门 就当自己没看见 嘴皮子都要磨破了 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非要干这种省五块 花五千的蠢事 外婆从卧室门出来 就瞧见我站在冰箱面前 像是怕我会抢了她的 连盘子都不洗 就打开冰箱一件件的数 这都是留给我的大孙子的 外婆宝贝似的 捧起那些玩意儿 她的大孙子 就是舅舅家的表弟 被外婆的溺爱 灌成了熊孩子 她有什么好吃的 好喝的全都留给表弟 我也早就习惯了 不会跟她计较 外婆 那些东西都臭了 你小心把你的大孙子的肚子吃坏了 外婆急眼了 臭丫头 瞎说什么呢 你就是自己没得吃 硬说是坏的 说着 她把东西全都一股脑地装进背包里 拄着根拐杖就要出门 我猜也知道 她要跑去舅舅家 要我陪你去吗 声音淹没在楼道里 无人回应 我下了楼 也没看见外婆的身影 下午舅妈那边打来了电话 外婆中暑了 表弟喷射了 原来她为了节约两块钱的车费 硬是自己一步步走路到15公里外的舅舅家 而她硬是撑着虚弱的身体 死活不肯去医院看看 最终倒在舅舅家 我回想起外婆出门时 可是穿着健保羽绒 里面还穿着毛衣 中午的气温接近30度 难怪了 我猜她肯定是心疼衣服买回来 没穿过几次 硬是逼着自己穿 她跟我妈节俭的方式 有一点不一样 我妈是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我买回来的新东西 她宁愿放着 把东西放坏 或者遗忘在角落 外婆是这东西要坏了 不吃就浪费了 不穿就浪费了 不管怎样 都先用了再说 爸妈听说外婆出事以后 就急急忙忙打车跑去医院 可是我们的脚步才走到医院 舅舅就打来电话 情况又有变了 表弟好像挺严重的 已经被推去做紧急手术了 说外婆见表弟的挂瓶没水了 既不舍得花钱 又想表弟好得快一点 她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她偷偷拉着表弟到厕所 往挂水瓶里 装了小半瓶的自来水 将瓶里配好的生理盐水 给稀释了 我妈也会将快用完的洗洁精 洗发露和沐浴露 兑水继续用 这在日常生活中 节约点本没什么 但在医院里用药的分量 是不可以更改的 生理盐水里灌自来水 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人体 同时也将自来水含有的细菌 病毒 寄生虫等微生物注入血液中 引发菌血症 好在菌血症的死亡率不高 可外婆心疼表弟生病 将医生开给自己的 或像正气水也拿去给表弟喝了 他逼着表弟喝了整整一瓶 还觉得不够 在垃圾桶里 发现一盒崭新的药盒 看见是抗生素治疗腹泻 他就像捡道宝一样 拿去给表弟吃 还怕说明书上写的剂量不够 让他吃下整整一盒 后面医生说的专业术语 我没听懂 反正表弟的情况挺严重的 而且复杂 但幸好经过医生的轮番救治 命算是保住了 外婆的骚操作 害舅妈差点失去儿子 两人的关系是彻底闹掰了 舅舅向来是个孝顺的儿子 此时也没有替他亲妈辩解一句 谁让手心手背都是肉呢 我妈家在自己弟弟和母亲之间 不知道替谁说话 但她还是选择维护自己的母亲 他们俩在家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 相处起来淡淡的 我们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外婆十分不满我妈的行为 她觉得坐公交车太奢侈了 从上车到现在 她不断地朝我妈唠叨 引来不少人的侧目 就十几公里的路 你至于坐公交车吗 双脚是拿来干嘛的 不走路的话给我剁了 你还直接投了十块钱 没看到上车每人两块吗 说着她跑到公交车的零钱箱面前 疯狂地八着想把属于她的两块钱拿走 要是她满六十五岁了 现在还得拿回来四块 但司机不搭理她 任凭她怎么拍打司机门都没用 钱呢 我的两块钱 一个没良心的汽车公司 吞掉我两块钱 终于汽车停在了养老中心的站点 我妈朝我喊先下车 接着 爸妈二话不说 就驾着外婆下了车 我跟在后面 原来他们临时起义 打算将外婆送到养老院 反正外婆的年龄已经达到了 攒尿充实这个规定 实在让他们二老吃了不少苦头 就算是俘乳办饭 都要求一家四人分着一块吃 最近他们看什么都吃不下 但凡看见黄色的液体 就会习惯性地呕吐 我妈是连厨房内瓶油都看不下去 爸妈念在外婆勤俭节约 为她挑选了价格最低的档次 反正她习惯贫穷 任何多花一分钱的项目 只会让她心如刀割 养老院是这片区域最经济实惠的 价格最低的房间 是十几个老太太挤在一起 我妈看环境这么差 有点不忍心 又心软想带外婆离开 可是外婆偏要作死 哎哟 我这老太婆的命 怎么那么苦啊 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的不孝女 我没让你缺吃少穿 养你这么大 你居然这么对我一个老太婆 哎哟 我的命真是苦啊 听到这句话 我妈却恼了 她忽然情绪上涌 怒骂道 你好意思说 没缺我吃喝 我从小到大的衣服 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我吃的喝的 都是你们全家吃完了 才有我的那份 我不是饿极了 至于跑去垃圾桶 翻别人吃剩的东西吗 我妈的话 让我颇为震惊 无数的细节 在我的脑海里闪过 我妈对外婆的态度 并不是我以为的淡淡的 而是冷淡 她不反对外婆立下的规矩 是因为太清楚外婆的脾气 她接外婆回家 也只是尽作为女儿的义务 她坚信父母生恩大于天 她的义务尽到了 就算是两清了 我不敢多问 我妈小时候的经历 生怕她想起伤心事 我再怎么狠心 也不会让自己的亲女儿 穿死人的衣服 以后我再也不欠你的了 说完 我妈付清了五年的费用 直接离开 这是她生平 第一次如此痛快地 花掉这么大一笔钱 当年买房 她还跟开发商磨了好久 嘴皮子都磨破了 就为了便宜几千块 我陪着我妈去体检中心 做了详细的身体检查 除了肠胃不太好以外 我妈身体还算健康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顺便告诉我妈 如果她不是老乱吃坏掉的食物 身体指标肯定更好 也幸亏外婆遗传了一副铁打的身体 给她 她才能奇迹般地维持住了健康 经过我和我爸两个人 轮番教育 纠正 我妈逐渐改变了那些 几乎极端的节俭行为 但也不习惯花钱大手大脚 她每回花钱总得三思 我需要吗 没有能代替她的吗 有了她就能改变生活现状吗 如果都没有 她就会选择不买 那天花出去的养老院住宿费和伙食费 我妈事后想来觉得十分不值 并不符合她现在的花钱思路 她倒也没好意思 让舅舅把钱转过去给她 毕竟表弟的治疗费花了不少 幸好她还是一点点恢复了健康 只是再也不愿意见奶奶了 觉得她奶奶差点把她害死 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顽皮 现在开始学乖了 这天我下班后打开电视 看六点半的饱和新闻 说某养老院传出丑闻 是院长用不合规的低价玉制菜 害得整个养老院的老人家 集体食物中毒 年纪稍大的没撑住 就这么没了 大量的老人家属 往养老院讨要说法 却被保安赶走 也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了 才找来记者曝光这些事情 我上网查了下这件事 原来是发生在外婆所住的那家 怪不得能做到那么便宜 原来是有这些猫腻在里头 我将这件事告诉我爸 我妈在一旁听着 却沉默不出声 放心吧 你外婆的身体硬得很 我想了想也是 来回在医院折腾 还能步行十几公里的 也没几个了 可是丑闻之后 隔了一段时间 我从舅舅的口中得知 外婆生命垂危 细问之下才知道 外婆总是无视食堂的规定 多拿不属于她的食物 每天不是多拿一些水果 就是多拿几个鸡蛋 可她拿了当天吃掉也就算了 天天就锁在抽屉里 等到发臭了才想起来 她又舍不得丢掉 硬是逼自己吃下去 同一个房间的几个老太太 看了都皱起眉头 天天她还以为人家想跟她抢 竟然还躲到厕所里偷吃 这些是同房间的老太太说的 结果再次被自己攒下的排泄物滑倒 整张脸浸泡在恶臭的液体中 她在厕所安忧了半天 也没人搭理 她的求救声被走廊的监控录下来 据说是老太太们都出去参加活动了 才没人发现 可我猜应该是外婆树敌太多 等到清洁工来收拾卫生时 才发现倒在厕所里的外婆 那时外婆已经大小便失禁 失去意识 据医生所说 就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要是靠着重症监护室的设备 也可以续命 但舅舅的钱包日渐缩水 根本无力支付高昂的费用 无奈之下 她想寻求我妈的意见 我妈接过电话 我们家也不容易 全靠女儿的工资养家 我们放弃了外婆的治疗 送出重症监护室没多久 外婆就断气了 节俭了一辈子的她 以节俭为荣 却因节俭让儿女都跟自己离了心 还因节俭一次次进医院 却永远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过分的节俭 本质上是一种贪婪 她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 都集中在钱的这件事情上 她最终也因节俭而被放弃 幸好我妈已经彻底醒悟过来 不再像过去那样 为了省那几块八毛的伤害自己 可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勤俭持家 毕竟这是咱们五千年来的传统美德 不可弃之 她出门不是坐公交车 就是骑共享单车 说是多运动一下也挺好的 为了节省买菜的钱 她在家里的露台搞起种植 我每天都能吃到没有农药的新鲜蔬菜 我妈还学会了不少废物利用的小妙招 不穿的旧衣物都给她改成了独特的帆布袋 宠物玩具 宠物窝 因为家里的老鼠蟑螂实在太多 我妈就抓了一只流浪猫来养 比任何老鼠药都有效得多 就是流浪猫心太野 没多久还带着媳妇来安胎 我妈也没嫌弃 多年以后 我们家终于攒到了买新房的全款 这也包括卖掉就房的房款 我们一家三口都一致认为 按揭的那些利息不值得 就杀住了买新房的冲动 一直忍着 才迎来了房价下降的好时候 加上我提取出来的公积金 剩下的钱还能好好装修一番 该省的省 该花的花 生活才会过得有滋有味